男子搶完超商 拔腿狂奔 往外跑 大马路上看到后面两位民众 边打电话 一边上前追 但没多久 男子就被逮住 双手被警方上铐 70多岁的灵性男子 跑到安乐区这间超商 手拿原子笔抵住店员 抢走现金2万元 你没怎么样是不是 没有啊 在前段的时候是用跑的 跑了之后都跑到福德公 那个方向就用左的 警方就按照这个事迹 规模搜寻之后 13分钟就逮掉他了 这很嫌疑的 还好店员并没有受伤 眼睛的远警获报到场 在几百公尺外的公庙 逮到男子 这叠厚厚的2万元钞票 嫌犯根本来不及花 本所于7月31日21时50分 接获报案 安乐区某超商招一名男子 抢夺抽屉内现金得逞后 逃逸 本所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十四拦截为故 于2023分 在附近土地公庙旁 查获犯险 并起货账款现金 新台币2万元 全案经征讯后 依抢夺罪移送地检署侦办 我们这边除了有一些重要的邮局 还有便利商店都很多 警方也在这边设了很多的警警区 寻留得非常勤快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算起来自安都很安心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迅速警方的抵达 嫌犯向警方公称 因为和太太离婚 心情差才会犯案 警方事后依抢夺罪嫌 将她移送侦办 法院裁定2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 嫌犯刑抢地点 整条街都是监制器 没有死角 想要逃跑下场 还是被警方逮政着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导